OdioJungle OdioJungle 参考消息网4月23日报道 美国纽约时报网站 4月20日 刊登一篇题 《未来美国17年,我仍然无法理解的美式亲密》的文章称 美籍华裔作者 在17年的美国生活中 仍然无法适应美国人一些过于开放而亲密的交流方式 文章摘编如下 文章称 来美国17年了 我还是不理解这些公然的表现 但我一直在努力 大量拥抱我的童年是在香港度过的 那里不流行拥抱 看到奶奶 我只会拉她的手 实际上 在13岁来美国之前 我从来没有和任何人拥抱过 拥抱的概念对我来说如此陌生 以致我不得不去研究其他人是怎么拥抱的 以便理解这种张开双臂 环绕着某人的技术 我应该把两条胳膊 都放在对方肩膀上吗 都搭在腰上 一上一下 这是我人生中的一个困惑时期 当我终于鼓起勇气在学校里拥抱一个女孩的时候 我敢肯定当时我的小臂碰到了她的脸 但如今 我会轻松自如地拥抱所有人 完全没有顾虑 但愿也没造成什么伤害 我会和朋友拥抱 和刚认识的人拥抱 和给我送来好东西的快递人拥抱 宝宝 我的大部分朋友手机上都有至少两款交友应用 其中一个朋友在Plenty Office上收获不少成功经历 另一个朋友被通过Mipo认识的两个家伙伤透了心 而我自己也在与用Tinder认识的人约会时发生了很多噩梦般的故事 我曾经和一个工作描述为网红的女人 被系统自动配对 她在社交网络Hitgram上有5万粉丝 内心深处 我知道这可能意味着她没有工作 但我想试试 我带她去了Daybust娱乐餐厅 因为如果约会失败 我还可以玩马里奥赛车 在整个约会过程中 她一直让我给她拍可以发到Integram上的视频 好 这样拍一个 但把手机换到另一边去 咱们用狗狗脸滤镜拍一个吧 好 拍一个我玩马里奥赛车的 我不是你的摄影师 我也想玩马里奥赛车 如果不是刚望Dave Duster S的游戏卡里充了30美元 我当场就走了 我们根本没能了解对方 但这对她来说似乎并不是问题 至少在社交媒体上不是 第二天我看到她Integram上发了她玩马里奥赛车的帖子 图说是我喜欢宝宝晚上带我出去玩 什么 我肯定不是她的宝宝 后来我们再也没说过话 就像贾斯廷比博会说的那样 宝贝 你应该去爱你自己 泛滥的我爱你在很多亚洲文化中 人们很少说我爱你 但在美国 我爱你可以是爱人之间的亲密问候 父母对孩子的支持 甚至是和朋友的随口道别 这顿早午餐太棒了 咱们改天再一起吃 我爱你 再见 美国文化远比我在成长过程中所习惯的文化亲密 如果我对我的父母说我爱你 他们可能会认为我疯了或者病了 我有时候会像酒吧里的醉鬼一样 对朋友说 嘿 我爱你 兄弟 你太棒了 我对一个女孩也说过这三个字 但说实话我不确定自己是不是认真的 只是因为那一刻似乎应该那么说 在交往两个月后 她对我说我真的喜欢你 我说我也真的喜欢你 然后她看着我的眼睛说 我真的真的喜欢你 我说是啊 我也真的真的喜欢你 失望随即袭来 她进一步强调 不是 我的意思是 喜欢 我真的真的真的喜欢你 哦 我终于明白她的意思了 于是我说出了她想要的答案 是的 我爱你 这句幼稚的讨好话 造成了一个令人遗憾的错误 我们最后分手了 因为我们都意识到 我说那句话不是认真的 那么说我爱你究竟是什么意思 只是你真酷的意思 还是说 她真的是一句有魔力的话 我的父亲是中国人 她已经七十岁了 我问她 爸 我们为什么从来不说我爱你 她说 我们不用总说我爱你 心里都明白 拜拜